香港电影发展的时间比较长 曾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是亚洲电影的代表 我们希望能利用这个优势 我们的基础 我们过去的实力 我们在国际上的联系 能在这个中外文化艺术交流方面 多做点工作 有着东方好莱坞之称的香港电影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盛极一时 影坛人才辈出 创造出不少题材新颖 兼具艺术及商业价值的电影 近日香港电影发展局主席王英伟 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 回忆起那段电影光辉岁月时 他表示 为了拍出叫好又叫做的电影 香港导演是分看中观众的口碑 他们会在电影放映后 引入人群聆听反馈 香港那个时候主流的电影 就是一个是警匪片 一个是功夫片 再有就是喜剧 大家比较熟悉的周星驰的 无厘头电影 那个时候因为很多电影 都比较卖座 所以很多导演都希望 特别希望在周末放映午夜场 大概12点就放电影 这一场电影是测试观众反映最好的一个机会 因为都是年轻人去看 所以他们说好 那么这个电影就会很好 他们说不好 但这个导演就有点愁了 有些导演跟我说 他们当时每一次午夜场都不敢去 因为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 就在附近的餐厅等着 等着大家这个反应出来了 他才放下心头大事 警匪片 功夫片 僵尸片 喜剧片 武侠片 香港电影人对于市场规律的掌握 急推陈出心 令当时的类型片交相辉映 香港独特的趣味优势 令东西方文化在此交融 造就了香港电影的独特魅力 但若论零片的多元 王英伟认为 如今的香港电影更胜一筹 如果说电影的多元 我觉得现在比以前更多元 现在我们很多年轻的导演 他引入了不同的品种 比如说我们最近有绿症片 《毒涉大律师》 另外就是有动作片《九龙成在》 也有科幻片《明日战记》 有社会作为主题的背景的白人之下 这些都是显示了这一代的电影人的多元发展 在王英伟看来 香港电影的优势很明显 比如丰富的电影创作及发行经验 完善的国际联系网络 以及一批大师级导演 如许安华 徐克 陈可欣等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香港电影人 带着与国际接轨的行业标准 娴熟的专业技能北上 拥抱内地市场 汇入更加宏伟的华语电影大潮之中 很长一段时期 我们在大陆最卖座的电影的前十部 可能有五六部是合拍片 近年还有《无双》 还有《怒火》 《猪妖记》的系列 和《拆弹专家》的系列 合拍片它可取的地方 它就是把两个不同的区域 它们最好的合在一起 如果是香港的导演 那么可能它会有一些 很好的内地的演员 再加上有些电影 它需要比较大的场面 那么我们内地就提供了 一个很好的机遇给我们 现在有恒电 有很多恒飘 可以支持我们拍很多 这些大场面的电影 王英伟表示 香港特区政府全力扶持电影发展 内外兼顾 自2007年成立香港电影发展局以来 十几年间 在培养人才拓展观众 推动香港电影人 融入中国内地市场 以及将海外介绍香港电影等方面 做了很多努力 尤其是最近这两年来 我们就先后推出了不同的资助计划 比如说有一个叫欧亚文化交流电影制作计划 我们就是鼓励我们的电影人 跟海外的欧洲或者亚洲的电影人合作 来合拍电影 目的是希望他们能拖宽视野 走进人家的市场 这样把一些核心的 我们想说的故事 融入在一个剧本里面 这样就是一个最好的讲好香港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 对于香港电影的未来 王英伟抱有乐观期待 他相信随着新一代导演演员的成熟 以及电影市场的复苏 再过几年 香港电影会出现新气象